我相信台灣的棒球迷昨天都度過了熱血沸騰的一晚 今天的心情依舊是很澎湃激動 沒錯 昨天是雅錦賽的開幕站 在台北大巨蛋是正式登場了 先來說比賽結果 來看一下我後面的這個圖卡 中華隊是以4比0擊敗了韓國 守住了台北大巨蛋的歷史首勝 先來介紹這一次奪勝的一號關鍵人物 就是他 投手徐若曦 表現得可圈可填 全場是用77球 其中有65顆的好球 只被敲出了兩隻安打 飆出7局10K的好投 沒有失分 而且現場的球探測速 他的球速最高有高達153公里 是締造了這個大巨蛋許多第一的紀錄 來看一下他到底締造了哪些紀錄呢 包括他投出了第一顆好球 以及第一次三陣 還有第一次的勝投等等 賽後徐若曦受訪的時候 他也說了他說大巨蛋的加油聲和其他的室外球場 很不一樣的地方就在於說有回音 他形容這個球迷的歡呼聲是讓他的心臟都會震動 顫抖 他也說出大巨蛋的這個球場的評價 他說開賽前這個球場其實有一點投手球的斜坡斷層問題 但是球員在反應了之後 北市府其實就立刻改善了 他也大讚說大巨蛋球場根本就是無可挑剔 講過哪邊不好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通通都改了 他當天投起球來的感覺覺得超棒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卡 大巨蛋的歷史一戰 其實官方昨天統計出來的總入場人次就有高達16,647人進場 來見證這個第一站 雖然賣出了17,000張的票球迷沒有全部都到場 但是這16,000多人可以說是全台灣首速最快的一群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台韓大賬的門票是超級熱賣 主辦單位中華棒鞋前後陸續開放了5次售票 都被球迷給秒殺賣光光 最一開始是在11月24號 他先開放了3000張的票 隔天25號下午2點 又剩下1萬張的門票也是全部的來進行開賣 不到30秒就被搶光 連內野的輪椅席也都賣光光了 另外3000張的外野票 是在28號的中午開搶 也是不到半分鐘就秒殺 另外原本要保留1000張的現場購票 但是考量安全的疑慮 所以30號也再度開放來球迷來搶票 也通通被秒殺 黃牛票甚至飆到了兩倍的價格 昨天比賽大約是在8點半的時候 就已經確定勝負了 但是現場由將近1萬7千名的球迷要離場 因此北捷的疏散人潮效率當然是備受關注 除了有六線的免費接駁車之外 還有人員引導 另外中校多路四段的路口也都有交警 還有一交來指揮交通疏散人潮 並且國父紀念館的捷運站當然是湧現了大量的人潮 北捷立刻也把班距增加到2分半鐘就有一班捷運 也是迅速的來騷化旅客 全場1萬7千人在25分鐘內就都疏散完畢 不少乘客對於大眾運輸來的球迷都大讚說 這個引導設施做得非常好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大巨蛋終於是贏來了史上的第一場比賽 其實不少棒球迷等這天等了32年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昨天開幕賽的時候 其實大家心情都是相當的激動 為什麼說等了32年呢? 我們來帶您看一下大巨蛋的時間軸 四星大學的傳播博士學成教授尤子祥 他就說這顆巨蛋其實是得來不易的 誰升蛋誰孵蛋誰卡蛋通通都不能忘記 時間先來拉回到1991年 當時是職棒的總冠軍賽 關鍵的第七戰就是因為 中華職棒是七戰四勝市 因是有上萬的球迷都到球場來看球 不過卻因為一場大雨 把所有人都淋成了落湯 及比賽也被迫來中斷 當時所有球迷在現場大喊說 我們要巨蛋 也就是這一刻呢 讓時任的行政院長郝伯村 當下就決定拍板要來蓋巨蛋了 政院拍板之後呢 黃大洲原本是屬於要蓋在關渡平原的 但是被陳水扁來打回票了 後來就選在了現在的松菸限職 得到了當時的主管 松菸的主管 宋楚瑜省長的配合 但是沒想到陳水扁和宋楚瑜兩個人 前後一個落選一個被動省 導致大巨蛋案其實也被迫的來暫停 時間來到了2001年 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 再次選址來到了松菸這邊來蓋巨蛋 並且兩年後在2003年辦理了招標 當時2006年的時候是由遠雄集團來得標的 不過後來因為交通以及環保的問題 延宕了多時 期間不少人也就質疑大巨蛋 包含當時的北市議員黃珊珊 她就說大巨蛋蓋了會變成蚊子館 甚至會變成大廢蛋 因此中間經歷了好幾段波折 才在2011年的時候 郝龍斌市府任內才開工 到了我們現在熟悉的前台北市長柯文哲任內之後 他就是大巨蛋為閉案 甚至他一度想要廢蛋 甚至來把這顆蛋拆掉 後來他知道不可能 所以就認為說 他加上他又認為說遠雄集團的態度相當傲慢 因此在2015年的時候 他就以大巨蛋沒有暗途施工 為由勒令大巨蛋來停工 後來在他的任期後段 又想要加速的把這個大巨蛋給完工 就變成說他找的藉口是 中央用消防審查為由來阻擋 這一下就變成說是中央卡彈 不是他卡彈 最後我們把時間拉回到現在 現任的台北市長蔣萬安上任之後 當然是全力的促成大巨蛋來完工 在副市長李四川的推動之下 10個月內就完成了各項的安全檢查 包含也舉行了測試賽 才讓大巨蛋可以順利的開幕來打球 因此光是這一顆蛋 就讓全台灣的棒球迷等了32年 國民黨的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他也在臉書上面發文說 感謝蔣萬安用一年的時間 展現他的魄力和執行力 還說為政者如果只會提出問題 甚至製造問題永遠都無濟於事 因此也被外界認為是在暗酸卡彈的柯文哲 不過現在大巨蛋正式啟用 台灣的棒球迷終於不用再看老天爺的臉色過日子 有一個室內的球場安心關賽 以上就是本節的推播內容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即時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 按讚